我可心 我今天特别高兴啊 可心啊 太可心 给这个未来的父爷面前露一手 一心一意地将来对待你这个姐姐 回首里我的相同 不找回 爱情魔力有多大 大爷大马来相亲 对彼此一见钟情 满心的欢欣引来大爷的疯狂表白 难掩内心的喜悦 看过小咖上期节目的小伙伴们 应该对这位上大爷有所了解 不仅是八十年代少有的大学生 而且在别人孩子被实现万元祸而奋斗时 上大爷早已年入几十万 过着人上人的生活 没想到事业上的顺利 并没有给他的婚姻挤上添花 生理要求哪个人都有 男女都有 过去有那句话 大丈夫难免妻不嫌子不孝 妻不嫌咱可以不要 这点不搞不嫌能离婚吗 这是无可原谅的错 离婚后的上大爷一心扑到事业上 本以为会顺风顺水 没想到赶上了金融危机 又赔了三百万 如今花甲直年的上大爷 就想找个情投意合的老伴 共度余生 于是红娘就给大爷 介绍了老林居姜大妈 大妈对大爷更是一见钟情 表示工资卡一交 俩人就可以睡一个炕头了 把工资卡给我之后 我们俩就算结婚了 这二婚相处七八天就行 十五天 相处七八天就能决定后半生 决定后半生 那就是三个月两个月 那你 你还在那时候你给考验 你把脸你当回 那一个二婚 用不着是一个月两个月 能用得到吗 主要是我主要 是替你考虑 替我考虑 真是三月再数四月哦 急不可待啊 大妈上来就开飞机 着实惊我了 两人进展一切顺利 没想到却断送在了大妈的一个小小的要求上 我想买一个 针区保持戒的 哎呀妈哎妈 我两个月不行 咋的 我一点我妈没有 这玩意儿咱就出事 我不要得有多高 我妈起码 养个小的身体 女人也得能处理 但是从她这说话来讲 不行 你归过来 归过来还是你觉得大姐 这个官家进入这个事 觉得太鲁莽了是不是 对 没有通通 堂堂的商老板还真不差那点钱 通过大妈的言谈举止 大爷觉得两个人不在一个频道上 聊起天来就感觉对牛弹琴 盗嘴的鸭子就这么飞了 大妈心有不干 她怎么也想不明白 一个戒指怎么就给要还了呢 就用药对戒 大哥你倒点滴因为啥啊你啊 我跟你说没呢 我这人不撒谎 就是咱俩就跟我水平差太多 就我知道了 就用我要这个戒指 没有 没有啥呀 你这个意思就是你没理解透 以后咱们出好的的时候 你是个男人 你应该说给我表个态 说是这个以后你能做到什么怎么样 对不对 主要是说你对我的言有个啥要求 虽然大爷的首次相亲最终以失败告终 但是节目播出后 有两位大妈同时相中了尚大爷 见面之前 孙大妈就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从经济上 那是说的 我是这么想的 那我的这点工资虽说不多 工资我不想动 这个钱攒起来要干啥呢 万一有病生了咱拿出来 你这不都是个钱吗 你平常都烂花花美的 到那时你猜什么 得知有大妈相中的自己 上大爷是哑巴觉得黄金 说不出的欢欢 毕竟单身这么多年 急需爱情的滋润 这年头找个合适的老伴共度余生 就好比台底捞针 不仅考验运气 还要考验彼此的真心 两人见面后 大爷直接乐开了花 这比上一个老太太好太多了 我今天才这么乐和女生 是吗 因为我今天心情好像已经往前讲了 那今天是 看老伴的嘛 老百姓是农村大实话嘛 这这这说是 不能说千里跳意吧 起码还是百里跳意的 这牛人说 最起码是他给我一个最好的一个分数 我感觉还是挺高兴 上大爷真是长了个拜年的嘴 竟说好话 把大妈夸得更是喜上没烧 既然彼此满意 那就别扯毒子了 直接进入正题吧 那我来问你两位 你在学校的时候 你的要求 对南方的要求 你有啥图 对于说的这个 经济这方面 谁都有要求 那这个看南方给女方 认可不认可 说我想好好跟你过日子 我就能给你一个许子吧 我是这么想要搁 你这把过来就捐我一句 我对女方的要求是啥呢 她们俩的工资搁一块 每个月必须得做的啥呢 按照俩人的经济收工 有发生 剩下的 女人 一村 大爷要求跟大妈之前的想法有所出入 表情上也有了微妙的变化 咱们俩的工资搁一块 那我的这点工资虽说不多 工资我不想动 一时间 大妈不知该如何作答 毕竟这位上大爷肚子里出来爬的 心眼多着呢 一句话不对 这心就算是黄了 没想到又是一次爱情的买卖 追求真爱的上大爷表示不同意 两口子过日的 就不能穿新椰子 你这个想法是不正确的 因为那不是夫妻 夫妻是啥 夫妻是 人玩 心玩一处想 心玩一处想 我讲的我的条件是 工资交为你 由你经营这个家 我还讲了啊 所以一旦 咱俩 咱俩 生活上以后 有了什么小的负责的时候 我会负责的 你跟一过就是你亲子 你亲子你不得正确负责 我不知道你啥想法 所以我的想法就是 必须的 两人工资在一块你管吧 听到大爷说 对自己负责到底 还让自己把钱 大妈的态度 直接来了个360度大转弯 这也行 也挺好 这不也挺好吗 但是说的 你一直执着 说两人工资放在一块 也是个好事 这个怎么是个好事呢 两人工资放在一块 这是以便宜 说的家庭和谐的 这种共同生活 一般情况下 工资问题谈妥后 这亲乡的 也就八九不离十了 没想到 大妈想的比较长远 还要跟大家探讨下 百年之后的安排 我估计就是说 头几天跟我捞着问题 就说了一句那句话 说爸呀 你要给我找个姨 他要对你好 你找我姨先走了 那这楼我姨就住了 我是那么想的哥 就是对于说你的房子吧 你的房永远是你的房子 我不想要你的房子 一直想弄了钱 你那么聪明哥 那你说的 真要是哥 给我弄去了 在你没走之前 你得给我一个明确的安排 哈哈哈哈 这个得有那么呀 那我不能现在表态呀 这个有那么不能表态呀 我我我 绝对不能表态 都是千年的狐狸 跟我玩什么聊斋呀 大爷死活不上套 大妈急眼了 在一起时夕阳无限好 都没她好 分手后 千山鸟飞绝都没她绝 到时候老头子两腿一等 我找谁说理去啊 你说的事 那承诺那叫骗人 那承诺那叫骗人吗 那你有个承诺那是骗人的 你说你有这个能力 你才有承诺 你没有这个能力 你没有承诺 那就是说我没有这个能力 咱们你看那电视台里 谁的工资 挣的多挣的少 都是说的放在家里一个生活 哪有一个男人 说的要求女士的工资 放到一块的 我已经让步了 那最终你是什么承诺 都没有了 因为百年后的问题 没安排妥当 大妈当场 直接就跟大爷成起了兄弟 大爷的第二次相亲失败后 红娘直接给大爷来了个无缝对接 两人见面后 都找到了怦然心动的感觉 那感觉真是无以言表 就跟你们年轻人谈恋爱一样 自己悬着去吧 挺高兴的 这人挺会来事 要 有电了 打了 打还没落了机就来电了 第一眼我就心里 就特别心跳 没了感觉一下 看谁我都没跳过 有感觉 呼吸血呼呼呼下 也太理想了 就这个感觉 就像年轻人说 我心不动 这个我可有的感觉 今天我可心 哎妈 这么甜蜜的场面 在咱们相亲节目上 真是少见的 大妈对上上大爷的喜好 都记得来了心力 今天这顿饭更是处处用心 今天这顿饭 大家有不喜好事吗 今天我有点感冒 好像有点对鱼呢 来 坐下 坐下 大哥 不是啊 不是 你就知道 我越吃鱼没了 啊 对呀 因为你在那个电视上 已经说了 啊 对 炒温 炒温 对 你真愿意 真愿意 不用闻 完了你说不爱吃那个米饭 我给你捞鱼 捞鱼鱼 可以吗 可以啊 但是我就想废事了 不废事 不废事 窝里的鱼还得炖上一会 趁着这功夫 先把两人的个人情况 唠唠唠 今天这屋没有喜爱饭 不抽烟 大姐不抽烟 不抽烟 不会 晚上也不会 不会 麻将不会啥呀 不会 咱俩一会儿 麻将不会 跳舞不会 跳舞也不会啊 跳舞也不会 我最烦跳舞 我愿意溜的 三步 是啊 我爱溜 这俩人在一起 在溜了康河的 愿感啊 而且爱好还一样 那多好啊 另外这个人嘛 人品挺好的 也不出去玩 也不 也不这么的 也不那么的 大妈的生活 兴趣跟大来的爱好 都十分吻合 找到如此志趣相投的人 可把大爷心理给美快了 我说你这房子 你现在是多少平米 九十 九十平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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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我自己买的 我是要的说 跟你俩挺自宏道合的 因为你做买卖 我也做买卖 就七年离婚以后 我精神出户 啥也没有 我问我说怎么办呢 我就这么得做的是板材生意 就这样的 做这板材生意 完了就是从小房 到大房 做生意的同老都有 年纪不快 人家不像有的女人 你看一多呢 这才是大哥远走 靠着自己的双手勤劳致富 把小日子过得明明白白 这点深得上老板的欣赏 这就是哥要找的女人 但是大爷说了 不想找个年纪小的老婆 看着大妈这么年轻 大爷心里还是泛起了嘀咕 那你今年六十几啊 手猴的 五六年生 我叫你大两岁 那你可不像 我三岁就问我说 我去走的一眼的时候 我说这也不到五十岁 哈哈哈哈 这不是我选的以内的 真的 我也不想 不看就我瞅两个眼睛 没有我瞅一眼就行了 哈哈哈哈 对 像我们的叔叔差两岁 差五岁也不可能 完了 你俩人就就圆备夫妻 要不你比我喜欢 不是 哎呀 离心离德了 太多了 我也这么想的 都先别高兴的太早 大爷头两次相亲聊的也都挺好 结果都卡在了钱上 那么大妈对两人未来经济上是怎么考虑的呢 我也这么想的 两个人便离心离德了 其实钱多少无所谓 其实吧 就是有一个温馨的小家 两个人有个伴啊 其实大哥的公职在那个电视上我也看到了 我也知道 但是我想啊 就是大哥那个钱不够 还有我呢 就是 大妈的态度着实把我惊着了 大爷的坚持忠于守得云开兼玉鸣 内心更是风起于游 赶把这个切了洗 那我切 你切啊 来我切一条 我切这个行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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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问题 今儿就不正行的嘛 给这个未来的富裕面前露一手 别说我啥都会 说了我呢 你知道吗 没有吗 我今天过生日 哎哟 那我没吃饭蛋糕哎 不要那个 咱出来不过成人我呀 回首里有相容 不长事 别认为相容 你没意见我绝对没意见 我也没有 我一看我喜欢玩 这才是爱情该有的模样嘛 不管在什么年纪 都有追求和被爱的权利 都要珍惜眼前的幸福 啊 擀面条 擀面条是啥呀 给你擀一个面条 不擀你擀太啥呀 有饼还要擀面条是啥呀 你今儿不过生日吗 人家是会来的 擀绝对的擀 这就是可心的心 这个多大的饼 多大的饼 可以磕在心房里 六个菜 一碗长寿面 大妈给从没过过生日的上大哥 正巴惊地过了回像样的生日 俗话说得好 想要抓住一个男人的心 首先得先抓住他的胃 这回大来的胃算是给抓牢了 把鸡蛋得吃 太香 太香了 今天不怎么的 就吃啥啥的口得胃呀 哈哈哈哈 多少啊 还得有个假呀 一心一意的想来对待你这个姐姐 哈哈哈哈 我都按照吧 感了 感了 又表白了 就是你几次表白了 我可心 我今天特别高兴啊 可心了 太可心了 给这个未来的副业别 先露一手 一心一意的想来对待你这个姐姐 为仇的我就想弄 不找不合 两个人面对彼此的感情 都不藏着掖着 为了这段得来不义的感情 开了一个好头 大爷对大妈呢 爱慕和喜欢 更是毫不避讳 哎 就是爱了 只要他满意我就行 我这是我的表态 我也我也我也对你挺满意的 我说你呢 为仇呢 这扎心里都应该 这也太行的 哈哈哈哈 这才是要找你 我就告诉你啊 我是200%的同意 就雷达不动 哎 只要你不想我 咱们两个就先出了 大姐呢 没问题 哈哈哈哈 在这里 恭喜大爷大妈 终于找到了完美的彼此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啊 如果你也喜欢小弟分享的视频 那就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长按点赞三秒钟 我是爱你们的小咖 咱们明天见 咱们两个人 咱们两个人